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食出健康的嘛 我看到这段街市的木瓜很漂亮 我打算孝敬你做一个 真的孝敬你 做一个很养颜的炖品给你吃 就是这个木瓜鲜奶炖桃膠 很棒的东西 吃东西之前要做东西 我知道你要我做什么 你帮我切一点木瓜 是的 我知道 因为你东法如神 我怕我论盡 切木瓜是用这样的方法切 比用这样的方法好 有机会斜下去 或者刀拿得不稳定的话 斜会左右 所以我就叫你切 如果要这样斜的机会少一点 这个木瓜也很实 是的 半生腹 好 这个时间呢 我们就要把里面那些囊 那些核刮出来 那你先要把这些位置 那些筋的位置 你先把它切断 你才容易刮的 那这样好了 你刮了 那你帮我做了 好 这个也没有什么 搅拌了 不过也要搅拌一下 是的 要多刮一点 因为为什么呢 要加那些奶 是的 熟的呢就容易刮 是的 但是呢 三个呢 真的很难刮 都是半生熟的 是的 一定要半生熟 不能谈 可能阿三姐 帮我再挑挑根 这些要弄走 对 它真的太硬了 不是硬的 而是会有一条根 就不好吃 那时候也不好吃 这个瓜真的 这个瓜叫什么 顶瓜瓜 知道吗 好了 哇 那里面了 就有个位置 可以让我们把材料放进去 是 那这次呢 我们是用这个桃胶 对吗 那我们呢 可以放一些桃胶 这个桃胶 有没有加过糖 这个桃胶 之前呢 我们浸了水 隔水 用一些糖 蒸了 所以这个桃胶本身 有点味 这个是谁教我的呢 就是阿三姐教我的 所以不好吃 不关我的事 好了 这个桃胶就可能未必放得完 因为这个桃胶真的不多 你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新鲜的日本桃胶 是啊 特别清潤 写得容易 喂 跟着你 不是随便拿些东西炖吧 我孝敬你 这个 那就算你了 接着呢 我们有些 冰糖 冰糖 木桂有点甜 所以我不用太多糖 你放一点我就可以 一根道 这样 真的够 有 平时我真的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少的 好吧 好吧 你放进去吧 不是放进去 就是大家商量而已 好 接着放牛奶 什么牛奶 哇 厉害了 日本的3.6 这样 这样好倒 知道吗 不要倒了 如果我是你呢 我不会的 你你脾脾 这个才能做到事 做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好 你先盖上盖子 那接着呢 我们就用保鲜纸封了它 自聪明也是这样 这次很聪明的 这次很聪明的 真的懂得用保鲜纸封了它 如果不是呢 它呢 对了 没错 那就是固定了它的位置 固定了它的位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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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固定了它 大概是20分钟至半个小时 但是这个那么生 可能一定要半个小时 固定了 现在打准备了 对了 好 哇 好香啊 你闻得到吗 当然闻不到 好香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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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呢 就是我 为了三姐 我拎来看看 嚇得我 我以为你吃不拎 按着你 我先说个菜名吧 我特别为你呈献的 木木瓜鲜奶 凳桃膠 谢谢大家